说实话 心里面 一点也不介意 当然介意 既然你已经把凌王妃的名号 借给了别人 以后我也不会再要 我等着 你将皇后的名号留给我 没想到 你这个小巫女 有这么大的夜线 我告诉你啊 娶归娶 你可不能碰她 不能掀盖头 不能喝喝尽酒 不能晚通心间 不能真的入东方 败过天地就是夫妻 你是她的丈夫 她是你的妻子 你若对她有一丝一毫的动心 我就去爱别人 你若真是取发为妻 我就嫁别人 你就会别人 我会不要 我只能修 你也不必认我 你又多想 你真是爽 我真的有你 我真的 Tom Heil 我都会保留我 我都会选你 我都有可选你 别人 我都会选你 鱼 我都会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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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說殘念情深不悔 執著在執著 心不來若因為醒著 有些話不說 只為一個寄託 我要的結果 我 你只屬於我 恭喜主人事成 把這些都清理乾淨 當初以八命換一命 乃是暗巫至高禁術 這才不得不定期以人心毒煞 來維繫主人的心脈 可是主人並非巫族之人 修習禁術還是得謹慎才是 我自有分寸 無需你多做 如果當初我便修寫了這巫族之術 或許 嫌我就不會死 只要主人需要 屬下願意性命 來換取主人想要的任何東西 也難得你這麼忠心 你只要乖乖待在本王身邊 本王自然不會虧待於你 謝主人 你要時刻留意消血的一絲一動 他現在 是我們重要的一顆棋子 是 是 四哥這分明是以命換命 卿尘應該沒事 不知這雙倍反射的力量 四哥能不能撐得住 來 二哥 代言之 二哥 第一 告知 便い 得 Euh 得救些嗎 怎么 怎么玉碎了呀 識你 嘴 你 不 你 你 殿下 您歇息了吧 睡下了 怎么了 好 卿尘姑娘已经平安回宫 一切正常 殿下可以放心 知道了 太常寺莫不平太医院王旨 叩见陛下 平身吧 谢陛下 你二人为何一同前来 出了何事了 启禀陛下 老臣据星象推算 近日宫中获有重大变故 臣也发现宫中有不少人生病 却症状不明 老臣恐是疫症 特来禀报 有莫先生在天象有异 自可避免祸事 只是你说的疫病之言 却是非同小可 你可确定 老臣还不敢妄下断言 还需仔细探查 方可确认 不过 这有病的宫人 乃是临池宫居多 所以臣恳请陛下降旨封宫 容太医院诊查 为何偏偏是莲池宫 莲池宫乃是莲妃的居所 岂能说封便封 朕给你两日时间 准许你探查 两日之后 必须给朕一个确切的消息 另外 千万不要惊扰了莲妃 臣领旨 莫先生 殷采倩和萧续八字不合一事 你可确认啊 启禀陛下 从这八字来看 采倩姑娘命格贵重 三方之中天府天相会照 呈府相朝元之阁 吉星嘉会 吉为罕见 而这萧续则是身主贪狼 洁空现地 克父 克母 克子 克妻 且命有寡宿 假如把采倩姑娘嫁了过去 尊心落于建位 好比明珠暗头 不仅对自身大为不利 只怕就连父母 甚至对陛下也颇为麻烦 反之若将其许配于陛下一位 命格正式的皇子 以他的命格之下 则可有助于我大魏 既然如此 那你就回去 把诸位皇子挨个相陪相陪 看看谁最为合适 老臣领旨 看着朕坐审 还不把今日的奏折给朕取来 是 陛下 莫先生今日一席话 若能成全澈王与采倩姑娘 他二人必定中谢 若非你事先提醒 我又怎会如此顺利呢 而且陛下向来对星相之说颇为相信 回头 我在陈条上 才将元澈的八字与采倩的和尚 此事就变得顺利成章了 可一近日我对陛下的了解 他表面看似相信 但其实仍有忌惮 只怕他是担心有人借传闻声势罢了 当年先皇驾崩 当今陛下继位曾欲日食 有人传言说陛下乃始兄夺位 一开始也没人相信 只是后来愈演愈烈 陛下这才以铁腕之力血洗朝堂 这才稳定了阵局 所以一直以来陛下非常忌讳 宫廷之上朝位之中的流言蜚语 师兄夺位 巫族可查到证据 巫族当年也曾有过怀疑 这是无凭无据 所以我一直觉得 陛下之所以借先皇后之死 绞杀巫族 即便是后来巫族被平反 她也不肯就此放过 恐怕便是因为对此事有所顾忌 因为巫族的职责是守护皇室正组 岂容得篡位之事 若是如此 莲妃娘娘曾侍奉两朝帝王 或许她之各种内情 此言不差 无论是先皇之死还是凌王身世 即便是暗巫之事 都或许和这个莲妃有关 猜测无用 找机会裸进莲池宫 探探虚实 好